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三国蜀国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回刘章那十几年 这一回和上一回是吧 隔了这是快三天了 主要原因啊 其实是这一回很难说 三国其实在刘备以前 这个蜀国是没有一个提纲窃领的主线 是吧 他是隐藏在十几个人物的传记中 他的历史是隐藏在很多人的零散的传记当中 就这十几个人的传记 重读一遍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这耽误了一些时间 但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好饭呢不怕晚 这一回我认为是真的值得大家打赏的 干货很多 这和三国演义中啊 其实三国志这些史书中和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些地名和关卡不太一样 主要原因是三国演义已经是元代写的 四川的地理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三国演义实际上是是元朝人按照元朝的地理写的三国的事 来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讲我看了这些古书以后 我怎么看三国时代的四川 属地其实是被高山包围的一块盆地 对吧 这块盆地叫四川平原 成都平原呢 是四川平原中的一块 它在属地算是一个主要的院落 这里是是属地的核心区域 形象的一点说呢 就是成都是个院子 但是在成都这个院子的前面还有两个院子 在这个院子的在成都这个院子的后边也有一个后院 四个院子合在一起 这就是三国时期的属地 我跟你仔细说说 很多地名你以前听说过 但真的不一定知道它的位置 更不一定能搞明白 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些事 对全局产生的影响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其实三国蜀国这一段 你也就是看个热闹吧 你不可能看得很明白 属地前面两个院子 一个叫江州 一个叫广原 分别连着两条入川的主要道路 是吧 江州连着长江 广原是连着蜀道的 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 古时候叫巴俊 江州是从长江登岸进入蜀地的最好登陆场 刘备后来进入荆州 刘备后来从荆州进入蜀地 刘备的几路人马 包括后续的诸葛亮什么的 都是从江州进入蜀地的 就是沿着长江坐船上来的 蜀地在三国以前有所谓三官的说法 就是守住这三个关口 你就守住了蜀地 这三官就是江关 白关和阳平关 这个江关就是指长江上的渠塘侠 就是白地城 这里扼守着长江的第一道防线 算是蜀国的大门 进入长江的这个大门 以后就是江州 重庆 江州只是进入蜀国的第一个院子 从江州去重庆 还要经过一个叫浪中的地方 这里现在叫南冲 你可以认为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门户 是吧 从重庆那个时候去成都 是要经过南冲 这是说 第一条进入蜀国的道路 就走长江 是吧 走长江 从江关 过江关 从江州附近登岸 然后过南冲浪中 到成都 这是一条路 另一条路 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蜀道 蜀道进入蜀地的第一个院子 就是广园 从蜀地出了广园 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十字路口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三国的战争 在这里最为复杂 看懂的人 我跟你说不多 但有个窍门 就是你看懂这个十字路口 你就会看明白好多事 到底是谁打谁 谁占了便宜 就看在这个十字路口上的表现 一定我跟你说说 别忘了打赏 是吧 这个十字路口 是值得打赏的 我当年是看了好多书 才读懂这一段三国的 就这个十字路口 是个钥匙 从这个十字路口向西 这条路通往西两 就是马腾 马超他们家 天水 也就在这条路的边上 这条路上 在靠近十字路口的位置 有个关口 叫白水关 白水关在后来的故事中 出现不多了 因为大概啊 现在说是到了唐代的时候 白水关因为地质变迁 这个地儿被河水淹没 现在就没有这个地方了 但是在当时 这是属地的三个主要关卡之一 白关就是白水关 江关是瞿堂峡白地成 是吧 白关就是这白水关 他是守着去西凉 这股道的 在这个路口向西 是西凉白水关 从这个路口向北 是陈仓 陈仓道和和汉朝说的陈仓道 是不同的 是吧 汉朝说的呃 说的陈仓道 我看现在有些文件 文件当中 把这条汉朝的陈仓道 叫陈仓故道 三国中的这条陈仓道 不是这条道 三国说的这条道 在陈仓故道的西边 东边 三国里说的陈仓道呢 就是现在史书中常说的包邪道 陈仓就是在包邪道的口上 陈仓身后就是散关 是吧 进了散关就是就是关中 所以在当时这个十字路口 通过这个十字路口 其实是可以绕过汉中 直接去关中的 从这个十字路口向东 是去汉中的路 这条路上的关口叫阳平关 定军山天荡山 都在阳平关这边 诸葛亮后来杀这个夏侯渊 打败张和就在这 这个关在三国里 他不算是属地的关口 他算是汉中的门户 张鲁占据阳平关的 但是在三国以前 阳平关是属地的三大关之一 就江关白关和这个阳平关 十字路口 咱们现在讲了三个了 从这个十字路口去西梁 去关中 是吧 去汉中 十字路口的最后一个方向 就是去属地的 小南 对就是去属地 去属地的路上 也是一个关口 这个关口就是家门关 家门关 记得吗 张飞以后在这 赤膊战马超 但是家门关 后来被江维砌手了 因为诸葛亮的时期 在家门关后面发现了地理位置更好的建门 揪了建门关 于是这个家门关后来就就不被重视了 是吧 我听说的从家门关到建门关之间 就是所谓的天梯 蜀道南当中那种那句天梯实战相勾连 就是指这个地理位置 让人生不如死的天梯 实战是指陈仓 是吧 天梯就是指建门 蜀道南 也就是经过这个十字路口 是从北向南执行 执行通过的 看三国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十字路口 以及这个十字路口上的五座雄关 白水关 陈仓 杨平关 家门关 和建门关 据说现在家门关和白水关都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杨平关和建阁都在 是吧 我夏天是是准备去这两个地方 走蜀道 从这个十字路口向南 是吧 过了建门关 就是广源 从广源去成都 要经过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叫棉竹 棉竹和南冲 其实算是成都的门户 是吧 你站在蜀人的角度 要出川 是两条路 一条翻山 走棉竹 然后出建门关 去汉中 然后坐船 顺江而下去 去南洋 或者是从十字路口执行 穿过陈仓去西安 另一条路 就是走水路 从成都 走浪中 南冲 然后呢 去江州 从江州上船 顺长江而下去 京州 而且啊 从史书中 我们看到 从广源到浪中之间 南冲 之间有一条路 这条路上 有个著名的关口 这个关口叫瓦口关 所以浪中 这个地理位置 非常重要 甚至于 其实浪中啊 你看是整个属地的 军事中心 从这儿 可以 可以增援广源 同时恶守着 从江州去成都的道路 还可以向东走 从巴中 翻越大巴山 走所谓的米仓道 然后进空汉中 张飞以后 被刘备 就安排在浪中驻军 这里其实是蜀国的军事中心 蜀地 现在咱们说了 说了三个院子了 是吧 还差一后院 这个后院 就是所谓的南中 诸葛亮 后来齐秦梦获 就是平定南中 南中 是蜀地的后院 这是我看了 十几个人的传记以后 总结出来的 蜀地的地理 是吧 咱们现在再说说 我看到的蜀国的经济 蜀国一个最大的优势 其实就是地理封闭 而自然环境呢 又又特别好 当然说热是个问题 是吧 这个咱们夏天去 可能可能会 会很辛苦 那我们对这个 有有思想准备 是吧 四川的热是湿热 四川不缺水 从秦汉以来 实际上 实际上从周朝就开始了 我们的国家就逐渐 逐渐的演变为 农业国 但其实在此以前 我们中国是有 是多种业态并存的 对吧 商就曾经是一个贸易国家 我老说 我是小商人 这个商 就是商朝的商 商人 商场 这个商 都是商朝 那个商 商朝是一个贸易国家 靠贸易生存的 农业国 是从 周 开始 在秦汉 中国就彻底成为一个农业国 农业国 其实对水利是 是有很大要求的 对水有很大要求 农业的产量 取决于灌溉 取决于有多水 四川就是一个水多的地方 气候又好 是吧 有很多平地 你说这地儿还不缺水 四周还都是山 隔绝了战乱 你说这四川人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所以他们被称为天府之国 天府之国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天府这个府 古文当中这个府 就是粮仓的意思 天府就是天下粮仓 天府之国这四个字 最早啊 不是说四川的 最早的时候是说汉 是说关中 就是西安这一片吧 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说 周朝的时候都是说 西安这一片是天府之国 后来才被指四川 四川反正是个好地方 四川的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粮食没有问题 后来诸葛连岸 为什么总是因为粮食问题 而不得不撤军呢 是吧 你看你看诸葛连岸以后出奇山 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而被迫撤退的 四川粮食很多 但运输是问题 所谓的数道 其实很多段都是不通车的 牛马都上不去 只能靠人一步一步往上爬 靠人背 另一个问题 我跟你说 就是咱们常说的鼠人多变 鼠人多变这句话 是站在咱们中原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 我们觉得鼠人问题很多 是吧 当初你让我们入川的 是吧 现在你又赶我们走 你们到底是什么想法 这是咱们说 说鼠人多变的一个根据 但实际上咱们说过了 是吧 鼠人其实始终是一贯的 是我们这些中原人表错情了 所以三国以前 所有的政权 我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外来人 外来鼠地的政权 鼠人当家做主的那些时代 我们都懒得记录 实际上多数时间 鼠地是鼠人管理 有个把说像西检那样的地方官 但是基层组织都是鼠人管理的 所以诸葛亮当年遇到的最大问题 就是无人可用 几百万鼠人 但出师表里你看 诸葛亮却哀叹 时间不等人 这一茬跟着我们进川的人死光了 我们就走不出四川了 这个事情是你一定要明白的 听西蜀 听西川的事情 你一定要搞明白四川的地理环境 所谓咫尺天涯 而另一方面 你一定要明白 很多事情你看着奇怪 其实是因为人心的隔阂 天府之国因为地理隔绝 和人心的隔阂 会让后来人望而却步 蜀道难就难在这儿 甚至于蜀道难告诉你了 人心的隔阂甚至超过蜀道的艰难 最后不是又回来了吗 那个人 刘璋的西川之路 其实历史上讲的很少 我们只知道西川维持着和东川之间的战争 但是双方谁也打不过对方的关口 是蜀人打不进阳平关 而汉中人呢 汉中人也打不进加盟关 所以从蜀地到关中的道路就时段时许 就看谁占领这个路口了 这十几年史书上只是说 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啊 两拨人不断的斗殴 导致这个路口经常拥堵 不通车 刘璋是在194年 公元194年接管的属地 到200年是吧 杀赵伟 刘璋才真正掌权 195年的时候 就是刘璋掌权的第一年 那时候刘璋还被赵伟忽悠呢 在195年 中原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汉宪帝趁着李绝郭寺大传 是吧 居然从从西安逃跑了 跑出函谷关 然后呢 然后要求天下诸侯秦王 196年 是吧 曹操迎接汉宪帝 汉宪帝前往许都 正式开始歇天子令诸侯 这个时候刘璋在汉中 第二年 不是在在西蜀 刘璋执政第二年 随后呢 随后曹操开始中原大战 是吧 196年曹操歇天子令诸侯 第二年 197年 从许昌向南 占晚城 收服张秀 198年 向东 占徐州 沙吕布 199年 北渡黄河 占据河内 但是曹操始终也顾不上 蜀郡和汉中 蜀郡和汉中呢 也就真的不愿意 招惹外边 到200年 公元200年 刘璋说了算的时候 就开始一门心思的搞 搞东周 搞东周人的 就搞这个这个西川人的本地化 试图 刘璋 试图 融入西川 实际上就是在搞蜀人之蜀 就根本那个时候 就就再也不管天下事 一门心思就就扎在蜀地了 公元200年 咱们说了刘璋杀赵伟的时候 这个时候 在西川以外在发生什么呢 公元200年 曹操在打官渡之战 死后从200年以后 曹操开始远征乌环 208年曹操战胜返回 这就开始进攻荆州的刘表 赤壁之战的序幕 由此拉开 这是到公元208年 这一段时间 悉数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手边的记录非常少 有谁要是有的 可以补充我一下 只是很零星的一些 你比如说198年 199年 南洋的混乱 曹操这不是占据婉城了吗 曹操占据婉城 并没有给南洋带来安定 反而引发了南洋这个地区 持续的混乱 史书中记载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一批南洋人 因为动乱进入蜀地 这就是法政孟达这一批 法政是个大财 但是 那个时候的刘章 没有重用的 刘章那个时候 重用的都是四川本地人 甚至东周军都开始逐渐解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 是一批西蜀将领 后来你看吧 就是说什么 什么黄泉呢 颜颜呢 张润呢 这些人都是 都是西蜀本地人 东周系 其实现在被边缘化了 你要明白 老一代东周人 他们现在是不满刘章 我们是跟着你爸闯下的这片江山 两次内战 一次平灭贾龙 一次平灭赵伟 死了多少东周军呢 是吧 你个黄牙小儿 你现在这么做 你是忘本呢 对于新一代的东周人 就是法政他们这一代 那更是不满 是吧 我们是慕名而来 我们现在 可是我们现在在在在西川 我们没出路啊 所以到达公元208年的时候 就赤壁之战爆发的前夕 刘章这个时候 在西川已经执政了14年 是吧 西川又回到了他老爸之前的样子 实际上你可以说 这一茬外来人在西川的统治 因为刘章的改变而失败了 西川现在又回到属人治属的状态 一大批跟着刘烟来的东周人 现在心怀不满 以后来的新东周人 也是满怀愤怀 这就是大家嘴里的刘章暗若 他一个中原人 现在跟着西川人跑了 刘章的所作所为 最后居然身受西川人的爱戴 但是东周人现在 跟你说恨疯了他 其实大家想过一件事 没有就刘章进西川以前 没有经历过刘烟 所经历的那些动荡 他老爸带着带着东周人 闯江山的时候 他和他哥哥还在西安当高干子弟呢 他进入西山西川以后 一下子就当了一周母 虽然说说东周军 后来救过刘章 是吧 可刘章那一脑袋 儒家思想 就刘章对世界的判断 刘章的脑子里就是他老爸编的课本 教的 就根据刘章读的那些书 很难认同他老爸东周军的所谓霸道 你要我要是按照课本 践行人道 这个霸道是不能持久的 我估计 这就是刘章心里的想法 刘烟现在是在天庭上看着他儿子是欲哭无泪啊 于是 诱了这么一个矛盾的刘章 鼠人说这是一个大儒 你看历史吧 有人这么说 他是所谓的啊 仁义之主 当一代枭雄说刘备后来来抢刘章的西川的时候 鼠人挺身而出 保卫刘章的江山 说是刘章的 其实是鼠人自卫 保卫自己的江山 可是另一方面呢 在法政这帮人的嘴里 刘章暗若 这小子的屁股做错了位置 实在不行 咱们 咱们是不是换换吧 以后发生的事 就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的 好了 这一回咱们讲了西蜀 刘章统治的那十几年 下一回 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话题 咱们说说张鲁这十几年 咱们拍摄了